需要時間的不止藝術 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這句話呢 用在一輩子做戲服的老師傅 李也紅身上再貼切不過 不過呢 就連大導演李安 他在喜宴還是飲食男女 都知道老師傅定制戲服 而現在老店本來快要撐不下去了 可是UDN TV獨家曝光後 讓危機出現轉機 這件好漂亮喔 背著手上的老戲服愛不釋手 郭小姐是歌仔戲團的團長 專程來到李師傅的店裡採購戲服 對戲服我們很難說有多餘的經費去買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是說雀躍萬分 因為李師傅的手工戲服 做工精緻保存良好 富含深厚的文化價值 但是隨著店租到齊 這些戲服面臨到銷毀的危機 在UDN TV獨家披露後 不少媒體跟進報導 原本門口羅缺了店面 這下子熱鬧了起來 海北市文化局也派人到場關心 文献會這邊也跟李師傅有聊過 我們也會近期幫他拍紀錄片 就把他一生精彩的故事記錄下來 後續還有李先生他的其他的訴求 我們再聽聽看他的整個想法 店裡好久沒這麼熱鬧 李師傅也十分開心 因為店面即將結束 不少人看到消息後打算來收購 但李師傅還是最希望文化單位 能出面接手 讓老戲服整批獲得保存 也留下歷久不衰的文化內涵 Udentvd明週吳佩如台北報導